《布拉特2·Borad Subsequent Movie Film》 是一部由莎莎·拜伦和科恩·莎莎·巴伦·科恩 出演和编剧的喜剧片 是2006年电影《布拉特》 《昆尤问遂·布拉特》 《Cultural Learnings of America for Make Benefits》 《Clarious Nation of Kazakhstan》的续集 这部电影讲述了哈萨克记者 布拉特·布拉特再次前往美国进行调查 并意外卷入了美国政治和文化事件的故事 影片中 布拉特以假扮的方式展开了对美国的调查 并和各种人物进行了对话和互动 呈现出他的讽刺和幽默风格 他和一名共和党政治家进行了一次非常有争议的对话 也进入了一家疫情期间的保育中心进行了一次特别的调查 这部电影充满了严肃的社会议题 并以幽默的方式呈现出来 例如种族歧视、女权主义、性别认同等问题 他通过布拉特的角度和对话 暴露出许多社会问题的荒谬和荒唐之处 让观众在笑声中反思和思考 除了具有社会议题外 这部电影还充满了搞笑和娱乐元素 布拉特的角色设计非常经典 他的出场和互动总能带给观众一阵阵大笑声 此外 电影的音乐和配乐也非常出色 为观众带来了更加丰富和深刻的观影体验 总之 如果你喜欢幽默和讽视风格的电影 那么布拉特的《About Right Subsequent Movie Film》 绝对是一部值得观看的喜剧片 它不仅充满了趣味和娱乐 还能让观众思考和反思当代社会的许多问题 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电影作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